郡主的心事可能回周出的大事 你们都利索点 不要帮忙 你别以为城主不在 你们就用偷懒了 走走走 你慢点 你们几个忙完了 去后边帮忙 利索点啊 参见郡主 感问郡主 您除了身为代城主的要事 愿让小女请示一些 关于您婚娶的小事吗 撒番五次来问我婚娶之事 说吧 今日又是何事 这是您蔚来夫家 送来的几个迎娶的良辰吉日 等着郡主挑一个 都是吉日 随便挑一个不就得了 郡主虽是博学多闻 但是这男女之事 却是有所不知啊 夫家送来数个吉日给女方选 表面上是习俗及尊重 背地呢 则是暗藏玄机 不就是怕我婚娶之日会有月事 所以让我选日 避开此事 郡主 你既然都知道 那为何 不瞒你 这婚 我是要毁了 毁婚 郡主 您这未来的富家 可曾是官军一匹 优司侍郎的神府 要是这样 城主如何向富家交代 郡主若是如此 往后谁还敢来上门提亲啊 这便是本郡主想要的结果 此事瞒你至今 是我不好 但是这一切 从一开始便是我与神府 说好的一场戏 戏越真越好 多年来 日日有人上门提亲 本郡主早就极其厌烦 于是在刚开始 答应婚事的时候 我便向神府公子坦言 途中我将毁婚 以此引来恶名 自此 无人再敢上门提亲 而马府 在朝廷对神府有恩 所以神公子就答应了 那 那城主那边如何交代啊 爹有要事赶至京城 来日等他回来 我再自行跟他解释吧 君 君主 你自己看着办吧 来自来自来自立的